二氧化碳不斷的排放是地球變暖的元空之一 中國已經作出承諾致力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 以及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 所謂碳達峰是指一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能夠與它的環保措施互相抵消 要達到目標國家需要有政策和行動去達標 可以透過直樹造林轉用可再生能源 以減排節能微補碳排放 日新月異的時代有更準確的數據 才可以更精準針對問題作出對策 中國傳統的碳匯測量主要靠人工對森林植坯進行抽氧監測 而隨著最新的碳衛星星空已經改變現狀 標誌著中國碳匯監測進入天璣遙感時代 歐望號是以中國古代神話 專門掌管樹木發芽生長的木神春神命名的衛星 屬於中國第一伙陸地生態系統碳監測衛星 同時又是全球第一伙森林探會主動 及被動聯動的觀測遙感衛星 其實多個國家近年都有發射不少溫室氣體觀測衛星 而今次中國最新的碳衛星 歐望號監測能力再升級 衛星設計專門針對測量森林探會 使用激光加光學相機聯手 一方面發射激光 通過地面物體反射 計算森林高度 同時檢測紅外線 紫外線的多光譜相機 從五個角度觀測 繪製出立體的直坯分布 可以看到森林生長情況 另一個重要裝備 是衛星帶有可以測量森林光合作用 和PM2.5直的探測儀和成像儀 觀測森林中的樹高 樹的直徑 收集的數據 能夠計算出每棵樹存了多少碳 知道整片森林的探會 除了測量探會外 歐望號衛星 還能應用在環保、測繪、氣象、農業、減災等領域 評估作物生長、監測植物病蟲害、災害危急等工作 最新的衛星操作上 必須易用和方便操控 所以衛星的軟件都更加智能化 如同智能機械人 會根據設定的邊界條件參數 實現自主辨別海洋、陸地、光照條件 自動規劃最佳探測任務流程 完全可以自主操作 不用主人擔心 無意玉支援